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大家好 欢迎再次来到我们热血科学家的 闲话家常 好 废话不多说 是的 来 先自我介绍 我是东海大学应用物理系的施骑艇老师 我 人称 蜻蜓老师 你不要接我 对 抢了一拍 我是中文大学物理系的 许静岩老师 人称 Zero老师 我是中文大学物理系的高中文 人称 阿文 好 来 这个难得 有这种以物理 以及物理学家为主题的 这个大制作的电影要上了 没错 当然得要搭一下这个便车 是的 那所以今天我们继续 还是要来谈谈这个 欧本海默这个人 对 欧本家 对 他是去欧洲的 不是去澳洲 虽然电影把他叫做 欧本海默 但是我们还是依照习惯 对 过去台湾这个物理界的习惯 那如果这个有新的听友的话 这个推荐你去听一下我们这个系列的上一集 也是跟他有关 欧本海默这个天才少年物理学家的这个前半生 就是一直到他20出头拿到博士学位 然后拿着读苹果 读他的老师 诺贝尔奖的老师 然后又被他的诺贝尔奖同学申诉 连署这个抗议他上课的时候太吵 这是个非常神奇的家伙 好 他终于学成归国 回到美国去 然后在伯克莱拿到教职 然后这个随着时间的演进呢 这个世界大战的乌云也开始密布了 他回到美国的时候应该是1920年代左右 1929年 你记得快要进入30年代了 那30年代的时候如果没记错的话 就是上一次阿文其实稍微有提到 就是比如说跟正子相关的研究 那时候也应该差不多是他那时候做的 不过更引人注目的应该就是进入四年代以后 刚讲到的大战要来了 对不对 1939年的9月1号 这个纳粹德国跟这个苏联入侵波兰开始 一般世界大战是这样子算 虽然我们的教科数是从1937年的7月7号开始算 这个是我们这样子在算 但是一般大家都是用1939年 这一个但是事实上呢 在1939年的9月1号以前呢 这个美国已经开始警觉到 有这个纳粹有可能有新武器 所以这是很有名的一件事情 就是希拉德 就是这个匈牙利的一个物理学家 跟爱因斯坦呢 就写了一封信给当时的美国总统罗斯福 跟他讲说呢 他们认为纳粹德国很可能发展出新型的武器 那么我们美国呢 也不能就是等着纳粹去做出来 那这个时候其实美国还没有参战呢 所以我们要讲一下背景了嘛 就是因为二次大战了 然后因为很多科学家都是犹太人嘛 其实在这之前已经开始有蛮多科学家 觉得苗头不对了 开始从那个欧洲逃到 对 第一号人物流亡的就是我们前一阵子讲了 连讲三集的小爱爱因斯坦 小爱都快要变老爱了 对因为他呢 他就是一开始他是被纳粹锁定是第一号人物嘛 当纳粹没收他的小牧船的时候 这很奇怪 他很喜欢那只小牧船 所以他就跑了 他是第一个流亡的 1931年 小牧船上面 有没有黄色小牧船 什么鬼啊 这是个好问题 这个我不知道答案 那希拉德呢 是这个 事实上因为我写了一本书叫爱因斯坦冰箱嘛 那这个爱因斯坦冰箱这个idea 就是希拉德跟爱因斯坦一起弄出来的 就是说当时因为冷煤啊 那个当时的冷煤是有毒的 就在柏林有人就 因为这个冷煤中毒全家死光了 那这个希拉德就觉得 哎呦要求我 那我们能发明一下 不要用冷煤 是不是可以发明出 这个可以制造出冰箱来 那他们就做出来了 只是后来 人家发明这个没有毒的冷煤 以后这个冰箱就没有人要用了 但是呢 他跟爱因斯坦在柏林的时候就认识了 那这个希拉德也是一方的一个人物啊 他是匈牙利出生的一个非常聪明的家伙 然后呢 他最厉害是他嗅觉特别好 这什么嗅觉呢 不是彼此的嗅觉 是对政治的嗅觉 所以当纳粹在国会纵火案之后 还没开始抓人的时候 希拉德就已经跳上火车了 先讲一下什么是国会纵火案 就是纳粹成为国会第一大党的时候 其实还是有很多 受到很多的各种宪政的束缚嘛 但是呢 就在1933年的1月不知道几号的时候 发生了国会大厦被纵火了 所以是不知道谁中的 纳粹就说 这一定是该死万恶的共产党干的 所以就用这一个 当题目开始抓人 对就开始抓人的 那这个还没开始抓人之前呢 这个希拉德就已经跳上火车 跑到维也纳了 我听起来像前一半的行为 我就是他放的 就是说啊 一般来说推理小说里面会做这种事情 第一个跑走 不然就是跑回去看的 外乎就是这两种 希拉德是 就是他其实早就知道纳粹就是 是蛮危险的一个组织啊 但是当时纳粹刚掌权的时候呢 他之前讲了很多甜言秘语说 啊我们当然是为了要掌权 所以讲那些 现在我们掌权以后 就当家不闹事啊 对 他知道这是骗人的 那在当时绝大部分的人都被骗了 所以希拉德是很有智慧的一个家伙 所以希拉德的想法不是说 那是我放了火了 而是说糟糕了 这下子他们要找人来抓的话 可能我就会被破摊 看破了这个纳粹的真面目 是是是 所以他就 那后来他就常开玩笑说 你不需要比别人聪明 你只要比别人先提早一天走了就可以了 这不就是被熊追的原理吗 你不需要跑得比熊快 你只要比你的头半快就好了 对那后来到了 他是跑到了英国 那他在英国的时候呢 据说他就是听了这一个拉赛伍 拉赛伍你也知道是个大嘴巴嘛 拉赛伍就呛呛说 你也知道我不知道 不知道 不然他蛮会放炮的 放炮的 顺便广告一下 我们不是有拍了一些短片吗 对我们的短片里面 拉赛伍就占了相当高的名义 对对对 金氏梗王 对对对 金巨连发 是是 拉赛伍真的是蛮有梗的一个家 没错 好 所以我们会一边 读着自己的论文说 哇这篇论文写得这么好 到底是谁写的 没有他不是这样子讲 他说 哎呦是谁 这么夭壽 不就是我吗 他真的这么讲的 他真的真的讲的 有过夸张 我看的时候就想说 哪里 真的有人这么讲啊 他真的很赶啊 他真的是非常厉害 对对对 好那拉赛伍就有一次 公开演讲的时候 你知道英国有一种传统 就是大科学家呢 不能每天都自 关在实验室 就要常常出来演讲 要对大众演讲 要对那种 这是英国的传统 对对对 然后他就跟着 他的大众面前 就讲说那一些 有些人在那边讲什么 原子盒里面有能量 可以释放出来 可以我们人类 就靠原子能就可以爽爽过 他说这是瞎扯 他的英文说 这是木杉 木杉 就被一样招到 就是小的 那这个 是因为变狼人的关系 好那英国 英国俗语嘛 那这个很多人听了都不以为了 那据说希拉德就很不以为了 所以据说他自己自诉了 他说他是有一天呢 在这个等红绿灯的时候呢 突然产生了连锁反应这个想法 就连锁反应的话 就是说一个 中指我去打到一个把 然后这个反应之后 放出更多的中指 那周遭都是类似的这种把的时候 就是这个反应就一直发展下去 所以就是说这个 这个核能能不能用 其实跟连锁反应 这个是很关键的一件事 所以那个拉塞福 他自己也是核武力的大师 他应该也知道 这个核分裂是可以释放出 还蛮大的能量的 他在这个时候是1933年的时候 还不知道有核分裂 还不知道 对 那所以希拉德当然又比别人快了一步 就是说他当时的人 就拉塞福他也是有所本 就是说你如果你的中指 本身能量不够大的时候 中指是 他是不太能够激发出什么核反应 那有的话你打到最外面 外面也没有几颗 所以应该是很难把 很难会产生超过一颗以上的中指 好那你知道像病毒一样 一变二变四呢就很快 如果一对一 一个中指打进去 另外一个中指打出来 那就也很慢 所以其实拉塞福是有道理的 但是呢 这个不但拉塞福不知道 那么费米也不知道 所以费米在1939年 1938年得了诺贝尔奖 是史上第一个 也是唯一的一次 颁错了的诺贝尔奖 他就是呢 好在费米够伟大 费米不差那一项 他的工作实在太多了 对 但是还是很尴尬 他后来在那个 他的那个 所以是错在什么地方 是因为费米呢 用中指去打诱矿 诱 纯诱 然后呢 他就说中指打到诱 那这个诱可能在里面 经过一个反应之后呢 这个中指变成直直 那这个就变成原子序93 那因为当时在地球上呢 人这个可以找得到的元素里面呢 这个原子序最高的就是诱矿 就是92 所以等于是人工制造出新的元素 新元素 就得奖了哦 很快就1934年的实验 1938年就得奖 我们知道诺贝尔有时候是永远等不到的 对啊 那有的人就 因为费米这个人实在太厉害了 他就觉得他应该不会做错 班班班 对但是呢 那个时候唯一只有一个德国的女化学家出来说 你们这个产物好像不太对 那当时没有人理他嘛 第一他是化学家嘛 第二个讲下去会被性比给那个 我就不讲 我那个时候的氛围 对啦 但是也有道理 因为他那个宗旨速度那么慢 照理说 你如果不是 你如果不是变得超诱元素 唯一的可能就是你把那颗诱给打碎掉了 可是那个宗旨速度太低 所以你用古典物理怎么想都不可能会碎掉 所以这个就是当时其实费米应该也觉得说 你这个化学家不要小 就是闭嘴啦 那才是高高兴兴领奖 但是领奖以后呢 1938年的12月呢 德国的化学家奥托汉 跟他的这个助理啊 Strasman 他们就发现 照着这个费米的实验 真的去检查 发现有贝 就是那个 你那讲 皮美盖茨贝雷那个贝 就是贝这个东西是比幼还要轻的元素 所以他们就很确定说 那个女化 德国女化学家讲的一点都没错 他叫什么名字 叫Nordesmi 要去查一下 以前上课都会提 你是不是瞧不起女生 不是 因为他的名字很难发 而且后来他嫁人又改姓了 对 所以有时候你也不知道该用哪一个 所以我们还是主张女生结婚之后 还是保留自己的姓 对 以免这个造成后世的混乱 所以你看嘛 这个我一直都不会讲 朱利夫人都叫他玛利亚 斯克沃多福斯卡 朱利 不过他本来的名字 原来的名字很难念 好在他加给朱利 不过我原来的名字超难念的 斯克沃多福斯卡 所以我们立刻这个 抛弃刚才的主张 所以我们的主张是根据 他到底是本名比较好念 还是富家比较好念 完全无节操的做法 好了 回来盖来的主题用了 所以1938年12月 这我喜欢跟学生讲 你看 那个很多他们做这些工作的 没有在过圣诞节 像菊里跟他的先生 在公布他们发现 那个第一个 人工元素的 那个第一个他们发现 方射性元素 PO的时候 就是Polonia的时候 那个是圣诞节的时候 发的论文 是雷还是那片 反正就是圣诞节 他们还在发论文 所以我就跟学生讲 你看人家都没有在过圣诞节 那他们这个也是啊 他们没有在过圣诞节啊 他们就发现说 真的是核分裂了 那你下次可以跟那个 你的学生说 你看他们 菊里夫人 他们也没有在过农历新年 农历新年 本来就是我们来的寒假 对啊 他不过我要过 就是这个梗啊 好来来 那那个时候呢 这个Otoham 他们是在柏林的 威廉皇帝研究所 这个地方 爱因斯汉也待过 爱因斯汉离开了 已经离开了 对 那这个Otoham本来跟一个维也纳来的女士合作 这个维也纳的女士呢 叫做丽莎麦特呢 这也是一方之霸 不能叫他一方之霸 他是波兹曼的学生 那他呢 非常厉害 可是因为是女性 遭到压制 所以一开始他甚至连办公室都没有 后来呢 终于慢慢变成是 也算是 算是教授 只是说不是最大的那种教授 你知道德国有那种大教授跟小教授 但是因为他是犹太人 所以后来纳粹掌权之后 他就流亡 所以当时他在斯德哥尔摩 可是呢 Otoham当时也没有人问啊 就写信去问他啊 那后来呢 这个丽莎麦特呢 跟来度假的他的这个外甥啊 叫做罗伯特佛里斯弗里斯 就讨论 最后他们终于了解到 发生什么事情 原来呢 虽然是很 速度很慢的宗旨 他依然有可能把釉 撞开 因为这个釉 当他变得很大颗的时候呢 在特定的一些成分的时候 他有可能就好像亚铃一样 你把亚铃给敲碎 你不是把那个亚铃旁边 那两个很重的东西敲碎 你把亚铃敲碎 事实上相对是容易的 其实哦 这就是在我们古典的世界来看 你要打烂一个东西 比如说我要打破墙壁好了 那我就要拿一个大铁球 有没有 那拆房子的 用很高的动能撞过去 用这个能量把它撞破 可是中子去撞原子盒就不太一样 因为中子 它没有那个电荷嘛 所以你速度太快的中子 它很容易就这样撞过去 因为跟人家没有反应 那反而是慢中子进去之后 它跟他们原来那颗原子盒 结合在一起 结果呢 人家本来一个稳定的原子盒 它有它的阻态嘛 它就比较稳定 那你混进一个家伙进来之后 那个稳定态有点被破坏掉了 所以这跟原子盒的结构有关系 对对对 这个都是跟量子力量的关系 其实这也就是为什么菲敏一开始这么有把握 他认为核分裂并没有发生 因为他知道它的中子很慢 他为什么知道中子很慢 因为他们当时做实验的时候就发现 奇怪 我在铁制的桌子上做实验效果不好 我在木头制的时候效果就很好 那他们就了解到说 其实因为是水分的关系嘛 然后就是氢 是因为氢原子的关系 所以他就知道说 那氢原子跟中子跟氢原子质量是差不多的 所以他可以推算说 他这个中子其实是速度是相对是慢的 那所以这个事情呢 如果核分裂是可能的时候 那你可以马上想象得到 虽然一个反应只放出一点点的能量 事实上一开始他们也想不通说 为什么会反应起来反应后 怎么能质量不守恒 那后来他们就想到说 这就是1905年小爱的1等于mc平方 世界上最有名的方程式 当时没有人这样想 因为他们的血都是1除以c平方等于m 那你只要把c平方给移过去 哦1等于mc平方 所以当时波尔也有参与这个讨论 哎呀我们都是傻瓜 那这是蛮有名的 所以这个总结一下 就是这样 其实第一个做出这个实验的 其实是费米 对 但他的解释 他把解释错了 他错过了这个重要的发现 然后后来就是这个 Otohan跟这个Straussman 他们又重做了这个实验 然后发现里面有比较轻的元素 就是背 这个就有点像是 可能是因为分裂的关系 然后就又去问了 已经逃到斯德克摩的麦特纳 然后大家讨论来讨论去 就发现 还有他的直指弗里斯 对对对对 因为弗里斯后面还会在出场 原来这个很慢很慢的宗旨 才能把原子盒打破 变成分裂变成两个比较轻的原子盒 这就是目前的剧情演到这里 然后那个希腊的就说 哇这个如果再加上 它的连锁反应的话 对连锁反应的概念 这个宗旨在分裂的过程中 会有超过一个以上的宗旨 就会像这个传染病一样 一直传出去 一边对二边是 那个人然后就砰 对 大家要离清楚这个过程以后 就知道 大家可能有听说过 像我们的核电厂 在控制核分裂反应的时候 要有所谓的减速剂 对 还有吸收剂 对 这个要减什么东西 就是减那个宗旨的速度 大家都会以为 减速是不是要让它反应减慢 不是 因为你宗旨的速度太快 它就跑掉了 这宗旨就没用 对 然后另外一个是控制棒 是吸收宗旨 这个就是要让反应速率 减慢下 对 让宗旨速减少 那就连锁反应就降低了 当时希拉德已经不在英国了 因为希拉德在1937年的时候 一看苗头不对 对 他笑嘴嘲 他觉得这苗头不对 而且他知道英国当时 叫一大堆 那个政坛上一堆废人 每天讲 我们要跟这个欧洲做好朋友 我们不要刺激德国 不要刺激 对对对 不要刺激德国 德国要什么 就给他们嘛 反正也不是我们的 所以他一看 这个下子不太妙 所以他在1937年就跑了 跑去美国 所以1938年的时候 他在哥伦比亚大学 所以他就知道说这个不得了 他赶紧就去找爱因斯坦 那我刚才之前 因为他们一起坐过冰箱 他们一起坐过冰箱 对对对 所以他他很会说啦 因为爱因斯坦是一个 大家其实知道 他是有名的和平主义者 你要说服一个和平主义者 去做炸弹 这就有点像有人跟爱因斯坦 推销卖冰一样 这需要相当的口才 对吧 真的耶 爱因斯坦是那种很财 很焦很焦的和平焦啊 能够说服他 我想他一定是跟他讲说 德国现在有优势 纳粹如果做出原子弹 纳粹一定会用 那我们今天啊 对纳粹 因为我自己对纳粹 也蛮有小小的一番研究 我的判断也认为 如果纳粹做得出来 他也一定会用 而且德国的确有优势啊 你们看那个量子力学 早期的发展的重镇 都是德国人啊 刚才讲那个 从普朗克对不对 普朗克海森堡 对 所以刚才讲到 一堆逃过来的 但是我们要注意到 还有留下来的 那时候还没有大量 还没有 那个时候1938年 已经逃了一批了 对啦 但是还是有人没逃啊 普朗克就跟大家讲说 大家要爱国啊 留在德国啊 虽然普朗克非常讨厌纳粹 可是他呢 从来就不主张 大家要离开 要留下来啊 没有留下来跟他抗衡啊 那那个海山堡呢 其实当时在 莱比锡大学 那其实海山堡 跟纳粹关系也不好 他想要去争取 他老师留下来的位置的时候 那个纳粹的爪牙 SSR 据说他是什么 白色犹太人 SSR 不是那个在玩抽卡游戏 抽到的超稀有的卡吧 不是 这个SS 没有那么可爱 就是盖世泰法 党卫军 党卫军 所以是SS 对 后来听说 你那个R是R 不是R 请大家把他断句 要断对 那那个海山堡 其实搞到灰头土脸 最后听说 还是通过他妈妈的亲戚 去那个是西姆林的 跟西姆林家有亲戚 去那边 就最后是 让对手罢手 对对对 但是无论如何 当时希腊德的判断是这样 他说第一 欧洲的右旷呢 主要是在捷克 那个时候捷克 已经被希特勒给剑柄掉了 这个就是 当时希特勒第一个 先把奥地利监命掉 第二个就是说 你捷克有一个部分 都是我们讲德语的 那应该是我们德国的 这个似曾相识嘛 慕尼黑协定 俄罗斯打乌克兰 也是这个理由 那种手法 其实是如出一策 然后呢 那个德国的张伯伦 你看我这个 带回一张纸来了 那英国应该去讲 你们美国人都讲英文 我要再去打你 英国的报纸 从来不会称呼 America 他就讲States 可是感觉就好像在吃人家的豆 其实只是精神顺利 还有以前那个爱尔兰 听说英国跟爱尔兰的边界 爱尔兰会查 可是英国 你如果要从英国去爱尔兰 他就懒着查你 因为他们会觉得爱尔兰还是我们的 还是英国的 这个真的是阿Q嘛 不论如何 这个当时呢 希特勒的判断就是 德国因为拥有捷克的诱矿 而且不是海参宝 是海参宝有一个学生 是当时德国原子核物理的 等于是领头羊 此人叫做什么呢 此人叫做威茨扎克 全名叫做卡尔佛德里西 逢威茨扎克 这不是在演英和英雄传说 这是真人哦 然后呢 你意思是说 真人取一个这么长的名字 其实他主妇开始变贵族的 他们家本来是做律师 后来被封做贵族 是福之宝小王国的贵族 那可是为什么特别讲出来呢 第一 此人是海参宝的得意棉生 那被提名过诺贝尔奖 当然后来因为 因为政治因素他没有得了 那当时最早 我们不是讲太阳吗 其实我们知道恒星 要能够发 产生能量 就是要通过核荣核嘛 这核荣核有两种 就像狮狮有两种一样 一种叫做PP chain 一种叫CNO circle 就太阳弹循环 太阳弹循环 就是这个魏之杂克提出来的 那这 他本身原子核物理 真的是当时是高手高手高高手 这还不要紧 最糟糕的是 或者说最大的优势是 此人可以直通天听 什么意思呢 因为他爸爸是纳粹底下的外交 重要的外交大官 当时是派在教廷 那么事实上大家知道教廷跟这个呢 这个教廷在纳粹的时候呢 就是后来是说有文件说 他一直努力要营救犹太人 可是在当时的给人家的感觉是 教廷跟纳粹关系是好的很 那这是谁的功劳呢 就是这个魏之杂克的爸爸 也是魏之杂克 就是魏之杂克男爵 的功劳 所以这个你就知道说 在政治上有这么厉害的人物 为他们所用 然后他又可以直接 跟这个纳粹的这个 决策圈子搭上关系 哇这太可怕了嘛 所以如果 然后发现这个核分裂的人 又是德国 威廉皇帝研究所的化学家 哇那这个 你会觉得说 简直就是万事俱备 对对对 怎么想就是觉得 纳粹应该就是做得出原子弹吧 事实上在整个曼哈顿计划里面 那些科学在家 每天念之在之的是 哎纳粹做出来了 他们大概都没有 想都没有想到 其实纳粹在很早的时候 就没有做原子弹了 那这个是很奇怪的事情 这是历史悬崗 我们等一下会有机会再谈 这个就是后来 波尔跟海森堡闹翻的 那个哥本哈根的那次的相逢的事件 对那好 那我们先把话拉回来 希拉德就劝了 爱因斯坦写信给罗斯福以后 美国就开始有计划的投入原子弹计划 可是当时美国 你说这个 连爱因斯坦这个爱斯基摩人都开始卖兵了 卖兵了 这件事情非常有说服力 所以这个美国总统一听立刻就觉得 哇这个知识体大 赶快来做原子弹 可是美国当时还没有投入很多资源 但是呢相对来讲 英国因为就是战争快接近了嘛 英国是很积极的 所以英国有一个委员会叫做MAUD委员会 MOD委员会 那这个委员会呢 他们当时就一直鼓吹说英国要来做原子弹 可是到1941年 因为战争进行的并不是很好 然后伦敦都被轰炸了 所以到后来他们就写了一个建议书说 我们觉得原子弹做得出来 但是我们英国可能现在的状况做不出来 我们希望美国帮我们做 他们就把这个建议书传给 因为那时候英国已经变成最前线了嘛 对而且一开始打得2266打得很辣 那这个其实有一个关键 这也是为什么德国没有发展 而英国一直要发展原子弹 就是我们刚才讲到那个弗里斯啊 其实弗里斯是维也纳的 可是后来就当然因为犹太人又流亡到了英国嘛 然后他在布里斯多呢 就跟另外一个从柏林来的流亡的犹太人 两个人就去算说 大概要多少的钮235才有办法做原子弹 因为他们后来发现 虽然说中子菌放到钮会产生核分裂 可是一般的钮238 基本上天然的含量 天然的钮里面含量 绝大部分都是钮238 大部分都是钮238 是不适合拿来做原子弹 就是很慢 不会有这个连锁反应的 你要产生连锁反应 要诱235 那这个238 235 不是公车号码 大家不要误会 就是直指数加中指数 那他的直指数是92 所以大家可以算一下 他们中指数是多少 所以这个诱235呢 含量在天然的含量只有0.7% 那可是只有这0.7%可以做炸弹 那最重点就是说我需要多少 所以呢弗里斯跟这个派尔斯呢 两个斯啊 斯是有点重 他们当时算出来说 我们只要几磅就可以了 那结果据说同一个差不多时间 海参宝算出来是我们大概要几顿 那这个就是关键性的差别 这是有名的 就是海参宝到底是故意算错 还是他是真的算错 海参宝后来当然是说 哇我怎么会算错 这个要稍微讲一下这个背景 后来海参宝因为作为当时 在德国最厉害的科学家 他就被指定 他等于是德国的原子弹计划的负责人 那这个东西当然就是战争结束之后 是还好德国没有真的把原子弹做出来 砸在什么地方 不过这个海参宝还是一样 他们都被软禁在英国的一个农尊里面 被列为这个战犯的嫌疑犯 他们一群跟卫兹扎克一伙人等 都被关到英国一个农尊 那这个那就是要被审问吧 就是说 没有审问 他们就是监听 他们有派人监听 你到底这个 有没有去帮纳粹做原子弹 那虽然结果是没有做出来 那海参宝都是说 你不要以为纳粹他是做不出来的 是我故意在很多的 这个关键的地方搞鬼 战后他一开始不是这样讲 但是后来他因为他等于是 又重新站到这个政府机构里面 他就这样讲 其实据说当他们听到 广岛残情原报的时候 他们就咕噜咕噜 接着讲德国就说 哇咔 我们当年怎么会差一点点 我们应该可以做得出来 有一本书叫做海参宝的战争 其实在讲这件事情 就是海参宝怎么样为自己垫付 而且这个辩护 我昨天是为了自己的面子在辩护 开玩笑我这种大物理学家 怎么算错 我是故意的 这个辩护有两个功能 一个就是说我不可能算错 第二个就是逃避这个战犯的 这个嫌疑 那其实我个人的 向来的看法是 海参宝应该是真的算错 但是他不是故意算错 因为海参宝是好强到 是一个很好强到莫名其妙的人 举例来讲 听说他小时候 跟他有一个哥哥嘛 跟他哥哥打乒乓球 有一次哥哥赢了 他就不高兴 两个人就不讲话 不然过了多久都不讲话 就这个人就很汽车嘛 就是我要赢 我要赢在一起 跟我们上一次讲 那个Open海默一样 这些天才科学家 都有这种屁海心 不过海参宝的确是 古往居然在我心目中 第一号这个天才 甚至是比爱因斯坦 更天才也不一定 那这个有机会 我们的量子英雄传说 写到海参宝会 那重点我们现在回来 是Open海默 那Open海默 可是一开始英国说 叫这个美国做 美国没有参战嘛 所以他其实有一搭没一搭的 他说你们欧洲在打干我屁事 对因为美国一直要到 1941年的12月7号 对啊 珍珠感 偷袭珍珠感 但是这个要讲 事实上当美国的态度 在1941年的9月25号 开始一个很大的改变 是因为当时呢 就有人发现说 我们MAUD这个写的 苦心写下来这个 这个建议书 怎么美国那边没有动静 后来其中有一个澳大利亚 出生的一个 拉塞福的学生叫Oliphant 有一本中文书把它翻译成Oliphant 我都把它翻译成奥利丰特 奥利丰特 奥利丰特就冒着生命文学 坐那个听说舱门关不紧的飞机 越过大西 跑去美国说 我的建议书呢 被人家锁到保险柜里面 他就很火 到处去骂 那因为这奥利丰特是一个笑笑 他是一个火爆浪子 所以他就到处骂 骂到大家发现 真的后来他们就 把这个 我打斗一下 他是那个澳洲人 对澳大利亚 但是他当时是在英国 他是在英国 他是拉塞福学员 对对对 他那时候 拉塞福 我刚才一时直接想说 他是从澳洲 没有没有 他当时是下来 他已经到了布里斯多了 布里斯多 然后他是拉塞福的学生 对 他是第一个发现 何隆和的物理学家 也是很厉害的 他没有得诺贝尔奖 有被提名没得 不过他就很赶 做那种 他们听说关不紧的那种 那种大型的飞机 就飞过大西洋 是因为暂时 这个各项的装备短缺 因为当时大西洋很危险 因为那个德国的潜艇 到处在把船炸成 他不敢搭船 就知道搭飞机 那个飞机也 不知道为什么会 他们关不紧 那个年代 我不意外 听说那个波尔也是 他更惨 他缺氧 差点就挂掉了 霍尔好像搭的还是有名的文士 文士那个 对啊 就是 就没弄好 听说他的缺氧 差点挂掉 后来没死 好 那那个 所以现在呢 这个 等一下 那阿里风都就去跟他 已经忘记讲 他演到哪里 阿里风都就去跟他讲说 哇靠 我们那个 这么重要的东西 被一个不起眼的 那个 把他尬给 所在的发现箱 所以最后 他就把人 就早期了 心思问罪 然后最后呢 这个主要是 当时的总统的科学顾问 应该是当时 哈佛的校长 叫柯南 然后他们就开了一个会 真相只有一个 你的报告 这个叫柯南 被锁起来 他们就开了一个会 那这个会里面 当时欧巴海默 还没有在里面 是要诺贝尔奖集的 有两个重要的人物出现 一个叫做康普敦 一个就是劳伦斯 劳伦斯是前一 1939年得诺贝尔奖 那这个时候是 1941年的9月 所以他们就决定说 我们美国需要做原子弹 因为我们 我们迟早要面对纳粹的 现在没有宣战 可是一定会 最后一定会宣战 到时候人家拿出原子弹 我们就没搞头了 我们一定要比纳粹先做出来 那所以 他们就分工了嘛 那分工之后呢 这个罗伦斯就马上推荐 这个欧巴海默 去等于是负责 最后原子弹的设计 那劳伦斯自己就负责去 想办法做出又235来 在上一集我们有聊过 劳伦斯是一个非常厉害的实验物理学家 不过他理论蛮烂的 常说错东西 对 没错 所以他要赶快找一个可以信得过的人 他当时信得过的人就是欧巴海默 欧巴海默在当时博洛克来 哇 那个学生是 听说那个时候我的主师爷 许文格去他那边当博后 差点被他fire掉了 因为呢 许文格就觉得说 哇 你那学生怎么像好狗腿啊 这欧巴海默说什么 他说旁边就像西术老仙一样 嗯 似乎说得对这样 那这个许文格根本不了 这个大概我想在福山雅治 那个汤川学的课堂上 可能也是这样 而且都是女学生 欧巴海默也是有女学生 但是不完全是 那个许文格就不吃那一套 所以其实一开始欧巴海默说 这家伙是怎样 每天都不见人了 有点生气要把他 想办法要把他撵走 后来 这终于许文格发现 苗头不对 硬着头皮跟他聊了一下 回去东西做出来以后 欧巴海默就很喜欢他了 所以你知道 欧巴海默虽然脾气很怪 可是他我觉得你 仔细一看一下 他不会嫉妒的 这一点是很特别的 所以他当原子战之父 当做曼哈顿计划的主持人 有他个性上需要这一种 没错 虽然是很机车 可是他其实宽容性很大 他能够知人散任 他知道有些人比他更厉害 我们后面还会讲到 像佛美梦就比他厉害 你刚刚讲 徐恩格也是有拿诺贝尔讲的 对对对 就跟你讲 他周章 一看到底谁 就只剩下 揽进一道就我没得 差不多吧 那所以呢 这个欧巴海默就开始 他一开始的时候 他进入状况非常快 他以前是做加速器 那种原子核物理 跟要做炸弹的物理 是完全两回事 所以他就很快就进入状况 可是当时一开始 大家主要的 就是右235 含量只有0.7% 你要怎样用各种方法 把右235跟右238分离开来 可是这很困难 因为他的化学性质一模一样 对对对 一般我们做这种 元素的分离 都是用化学的方法 这个东西 比较容易跟谁结合 对对对 那另外一个不结合 或者说什么溶解度什么的 都不一样 但是因为这个同位数 这个东西 麻烦的地方就是 他们唯一不一样的 就是中脂的数量 跟质量 其他所有的性质 都全部一模一样 所以你就很难用 所以当时主要有 四种方法 第一个是用气体扩散 那个用的气体是六浮化釉 那六浮化釉 听说侵蚀性非常强 你知道佛这种东西很可怕的 好像就有科学家被佛弄死了 有 那个侵佛酸 就叫做化骨髓 开玩笑 我以前在实验室 我念博士班的时候 整天要递有这个东西 哇我老板超紧张的 你也有这么惊强的衣服 对啊 我老板每天都跟他说 这个非常nasty 你一定要小心 一定要小心 每天都要提醒我 非常谨慎 这不是跟那个当年那个 我有讲 骑虎握蛇不结艰险 就是北魏孝文帝的弟弟 护身他 这里太远了 好 那那个 那这个第一个是气体扩散 第二个是热扩散 那一样也是用重量的差别 第三种就只能 只补仪嘛 就用磁场 因为你的那个核脂比不一样 那也是因为质量不一样 第四种就直接拿离心机 都是 因为你唯一能用的就是质量不一样 这都很贵 所以罗伦斯就说用我的加速器转型当质能 质朴一样 然后到其他地方用别的方法 后来在1912年最后还是 决定是用勞伦斯的这个为主 可是到了最后的最后 从头到尾 美国能够做出来的用二三组 也只做了一颗原子弹 注意只有一颗哦 而且这一颗从来没有测试过 所以各位看诺兰的电影 因为一测试 就没了 没有就没了 这故事其实 你现在回头来看 大家都知道原子弹成功了 可是如果你放到当年的 这个情境来看 这真的是一个好赌的感觉 就是有可能炸弹丢下去 蹦掉进去 掉到地上 什么事都没发生 去日本人围着看 但是那个用二三五的设计理念很简单 它就是要临界质量 才会开始连锁反应 就刚才讲到的 就是要够大颗 所以它只要放两颗小颗 然后呢 就利用气压炸弹放下来的时候 变成质量打大 就是把两颗合成一颗 这个稍微解释一下 因为你如果太小颗的话 虽然它有连锁反应 会有中子 但是你太小颗的话 中子就还没有撞到下一个原子弹的时候 就跑到外面去了 因为有边界 对有边界 所以你要够大颗 让它在跑出这一块 对 平均自由镜 燃料里面 对 在跑出去之前 你就要撞到下一个 就普务的平均自由镜的概念 还讲平均自由镜 大部分不是物理系或化学系的 我当然讲平均自由镜 就会讲方批当例子 不是呢 然后车尾了 然后所以以前我在念书的时候 他们在讲说 如果你是一个恐怖分子 你得到了这个 如果要让它敞个原子弹 最容易的方法就是左手拿一颗 右手拿一颗 就放在一起 这么开玩笑 弗里斯就差点在这个 当时他就是在测试那个零件质量 他差点就搞诸事情 实验事业大了 弗里斯就是个风房科学家 那是很疯的 好 所以我们还是要赶快讲 所以当年美国就只有这么一颗 对不对 然后也不晓得会不会 对我们都知道美国绝对不止一颗 因为广岛用一颗 可是我们还知道 结果是有两颗 但是其实他们的又二三五 就只有一颗 连四包都没得做 那其实很多 我后来就有一个说法 就是说其实原子弹第二颗比第一颗 对力舍的影响更大 那很多人其实一开始听了 觉得一头雾水 因为其实当美国放了第一颗原子弹以后 日本政府有什么反应 有啦 他把人和方向当时一流的 来讲一下人科方雄嘛 就是日本那边的科学家 他也有想要做原子弹啊 但是当然各方面都条件不够嘛 那人科方雄一去就说 这个是又二三五弹 但是当时日本有的海军军地部长 还是跳太快 就是 是8月6号 对8月6号 这个就是投在广岛的那一颗 那一颗叫做什么 小南海 小南海 那就是 当然就死了非常多 为你绝大 地史上第一颗原子弹 从来没有测试过 就真的这样爆了 对 但是日本政府没有任何反应 对 日本那边就说 日本政府没有任何反应 就估一下 美国你就这么一颗没了 当时的海军军令部长 你的终极武器已经用掉了 他的这个海军军令部长啊 叫的 这个名字 不是那么特别的有名 你说是美国的还是日本的 日本的 日本的 好 反正就是日本那边的军方 海军军令部长就说 你名字 你名字插出来 讲出来 大家也不知道 那是谁啦 好 所以总之 日本那边 台还是说没有动作 那是因为他们找了 人科方雄去那边研究嘛 就是说 到底这个他们原理是什么 那人科方雄 当然也是超厉害的物理学家 这个掐指一算就说 好 你的终极武器就这么一颗 已经用掉了 用掉了 这就是这个动作片里面 这个主角就对着坏人说 我数过你的弹夹 你现在弹夹已经空了 这不是上次那个全班收查 光材杆眼 丰田副武 上架 你看嘛 我说没人知道他是谁 对他真的很不足你 丰田汽车大家知道 但是 中期审判的时候他也没事啊 他也是全身而退活的 好好的 他是就是接356的嘛 是不是 他是军令部长 不是 356是别人 那是 没有 我是接任他的 356挂掉之后的后继 因为那时候已经挂了嘛 他其实是 但是他占办审判是没事的 其他那个海军 什么没机会玩格兰 所以我们今天已经讲到 第一颗原子弹已经炸了 在广岛 到现在的遗迹 大家都去广岛 都还可以看得到 日本被没有打算要投降 有个这个原爆纪念馆 对 但是日本就 算定你 只有一颗 用235就只够做这么一颗 因为有人统计过 在战争末期 美国在日本的空袭 用那个烧一弹死的人 的人数可能比 原子弹的这个死亡人数 那个烧一弹 那个大轰炸是很厉害的 我们台湾也被炸了 对 所以一当死 日本政府的想法 就是说呢 我还是挺得过啊 我继续打下去 我要打到和谈为止 那当然事实就是 和谈的梦 在两天之后就没了 以动漫画的表现手法 就是这个 欧本海默说 我真的不想用这一招的 来第二颗打 没有 其实 这个就是 这个是史嘉在争论的 就是事实上呢 他们在8月9号的早上 10点半开会 为什么开会呢 因为苏联宣战了 好 那这个东西其实 就牵涉到更复杂的 这个战时的那种国际关系 不只是只有科学的发展 而且刚才其实就是留了一个伏笔嘛 第一颗是诱弹 那第二颗是什么东西 刚才都没提嘛 那这一颗就是 欧本海默的功劳 就是功不可没 没有欧本海默就没有布弹 没有布弹 就不会有长期元宝 这个Zero刚刚在那边 大卖官子 这颗都还没有讲它是什么 阿尔马上说 就是那个布弹 当场破格 没错 本来要留待下回分前 不是每一次 我们的观众都会 就是当作是第一次来听的 好 今天时间差不多了 这个原子弹 整个发展的过程 真的是非常的高潮迭起 算是这种大规模杀伤的武器 但是在科学的历史上 实在是非常的重要 对于不只是科学 整个人类的历史 影响都非常的巨大 当然对欧本海默 个人的命运 对影响也是很大 那这个第二颗 其实真的是影响他的命运 因为他对原子弹的看法 第一颗跟第二颗之后 这个我们下一集再讲 来我们还是一样感谢国客会 对我们的支持 然后还有请大家 也支持我们的YouTube频道 亮子熊 还有热血科学家的长话短说 这个订阅按赞分享 开启小铃铛 好 我们下周见 拜拜 拜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